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现了爱心无国界的精神 骑着Love from Taiwan的十几条渔船 在鸣枪后航向大海 拉出魅力浪花 这是基督教借菜总会 汇集来自台湾的爱心及外交部支持 捐赠印尼2018苏拉威西地震 灾后重建的渔船启航典礼 印尼去年发生强震海啸 重创了苏拉威西的帕卢市 成为2018年 全世界死亡人数最高的自然灾害 借菜总会于灾后前往印尼实地勘灾 汇集台湾官民的资源 捐助灾后重建经费 并且连结当地的基督教组织PASA 帮助灾后生活重建 PASA也整合当地教会提供援助 复原计划包括了 为渔民购置30艘渔船 70个渔网及两组集渔器 也添购设备 让妇女学习保存技术 延长渔获期限 我们已经准备制作 我们已经准备制作 现在我们准备制作 我们正在考虑 现在我们正在考虑 现在我们正在考虑 使用性质量 以后能够制作 重建计划还包括 提供渔村孩童课后照顾 同时安排心理创伤 疗愈活动 协助孩子们走出 焦虑和恐惧的阴影 在受灾严重的偏远山区 提供农具及株枝繁殖技术 教导农民栽种有机农业 改善生活 谢谢台湾 现在总会在50年前 就已经展开了在印尼 很多的原住民的工作 包含成立圣经学校育幼院 这次能够再回到印尼 开始与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内心是很激动的 我们看见他们 好像也航向了希望 面对漫长的重建期 芥菜种计划 在当地投入社区任养 长期灾后复原重建 并且培训志工 前往推动防灾教育 照会在全球共有14个全时间的训练中心 目前已经训练超过4000多位学员 这30多年来 他们也在全球的六大洲传辅音宣教 不断地突破文化上的限制 现在已经在全球各地建立了4000多处的地方教会 以下这则报道则记录了台湾全时间训练中心 在今年的海外宣教 结出了当地居民200多位受洗的果子 Gleter Vieden 想愿意外人得救 我们祝福利根和Kentonis的马海空们 一起完全认识这里 我们是德国开展队 讲着一口流利的德文 他们是参加照会为期两年的全时间训练二年级学员 今年共有78位分别到日本、印度、柬埔寨、德国、希腊 进行为期五周的跨文化宣教 突破语言、文化、宗教的限制 透过叩门探访、在家聚会 接上传福音的方式 共带了200多位当地居民受洗 发送圣经数量高达1826本 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是Viktoria姉妹与智 我们在祈祷之中的祈祷 我们在祈祷之中的祈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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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看到人都会说 Soraste 就是你好 然后说 Bria耶稣Sor la niña 就是主耶稣爱你 因为不论是校园里 或是去社区传福音 并不是很多人可以听得懂英文 所以我们就操练 每天跟圣徒学一句简文 这三周我们就空了超过1000户的家 虽然我们可能听不懂英语 他大概讲到寿静 或是讲到呼求祖民 然后就会说 Hey bravo耶稣 当他们出来跟我们配搭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的家聚会 我们的开展 就很有主的祝福 在欧洲福音队中 原本以为难以传福音的地方 学员借由日常生活经历主的分享 使许多年轻人 看见圣经启示的丰富 反转了对基督宗教的印象 而日本短宣队也突破一望不一传福音的限制 五周之内 带了98位居民受洗 一定要的就是一个开展的灵 一个愿意传福音的灵 看见其实神在 祂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遍居人之地 我们都希望他们不管到海外去读书 或者是工作 都是带着负担去的 就像福音的种子 洒在各地 迟早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赵会从1989年 已在世界各地宣扬福音 并与各地赵会连结配搭 学员们更新奉献自己 不论将来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成为主的见证人 迎接主回来 拜拜